欢迎来到爱波外初中 全于身心灵平衡 今天我要来介绍意大利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古罗马的竞技场 它有非常久远的历史 以前的奴隶或是野兽 他们会在这边做竞技斗争的表演的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它总共分为六七层 是当时的奴隶 他们为了有威乐国王 在下面等待的竞场地方 那这边就是猪舞台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看秀 看这个位置的地方 其实当时的古罗马人 他们也有看表演的习惯 就像我们现在会看电影 或看一些歌剧 在神鬼战士的电影里面 大家应该也看过 这是当时的男主角在这边争斗的画面 这里就是猪舞台 当时可能会有奴隶跟奴隶之间的战斗 或是奴隶跟野兽之间的战斗 或是野兽跟野兽之间的战斗 都是会有的 立下层的票真的是很难抢 所以我就没有抢到 它是要在官网上面提早一个月去做预定的 那古罗马竞技场呢 它是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很久喔 但是一直到公园的五百年的时候 这种斗兽的表演 它才完全的被禁止 补充说明一下 则是在下面呢 就会是国王跟祭司 再来是贵族 平民 然后一般的妇女 当时的妇女地位可能没有这么高 所以最上层的是妇女看表演的地方 那这个斗兽场 最高的容量是可以容量到六万五千人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当时那种空前蹭空是怎么样 大家一直在叫啊 一直在呐喊啊 以及就是角斗士他们完成的比赛 其实最后出去的关键都是死 都是死亡 只是看你是光荣的死亡 还是是很潦倒的搬出去 其实当时平分的标准就是 你一定要就是发挥你的战斗力 去战斗到最后一个 然后国王他会以手势来做标准 往上的话就是你可以 呃好好的光荣的离开 往下呢就是死 对所以国王是那一个 最后的标准 当时的娱乐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所不懂的 我们超快就好了 为什么啊 那为什么别人了那么久 因为他们的洞比较小 我们的洞超的 我们的水瓶的口径 我们环保杯的口径大 对 一定要带环保杯哦 在欧洲这边呢 它的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直接喝水了 不需要除非过 除非你特别在意啦 不然我们其实也都直接喝水龙头打开的水 这个其实原本都是整个表演台 只是它现在口一半呢 就是让这个地下层呢 是裸露在外面的 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先前是怎样的一个生活 当时他们为了要保护戒脸部呢 都是戴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在罗马的住宿 算是一个民宿Airbnb 然后这里你看 有台灯 双人床 镜子 这蛮有年纪的一个建筑物里面 的一个民宅 然后有 窗帘 长这样子 其实长得还蛮温馨可爱的 一个晚上的话大概是台币三千多块 可是 来到欧洲其实都会要付城市税 加上城市税刚刚二十欧的话 就是除以每一个晚上就不一定了 可能都到四千了 Ciao 那我们走了一天的路 大概六个多小时 大概八个多小时 终于回到饭店了 在罗马竞技场这个区块呢 基本上里面只有卖水 墨镜 或者一些遮阳东西 根本就没有卖什么食物 我们真的是饥饿了超久 大概 中餐也都没吃 回来之前呢先去买了一些 意大利当地的食物 炸羊祭 很特别的一个食物你看 很像一朵花 这是在罗马之辈比较特色的一个犹太食物 它在花瓣的地方很有嚼劲 然后咬一咬 因为那个菜心的确看到绿色的地方是很嫩的 可是上面的叶子就是截然不同 咬一咬咬到最后其实有一种苦苦的感觉 微微苦苦的感觉 我真的很喜欢它菜心给我的那种 滋润的口感 可是上面这个部分呢 我真的是有点不习惯 成统的菜炸羊祭 外面看起来有点像是 薯饼 薯饼的口感跟薯饼的香味 那里面又包了很多的菜 譬如说菠菜啊番茄 的确是薯饼 然后里面还有包含这些酸酸的菜 他们的菜好像都有一点腌制过的感觉 小小油腻的开胃菜吧 像我们在台湾或是华人社会里面白天 一大早我们吃面包是可以接受的 是OK的 下来中午可能就会吃饭 然后晚上会吃面 或者是水饺 可是在欧洲因为这边比较不一样 他们早中晚 好像都一直在吃面包 所以我们自己这次来呢 其实也有带了一些泡面 带了四五碗泡面包 很想热腾腾的那种 台湾的牛肉面的时候 就会煮来吃 我们来体验他们的早餐 他们早上好像都有一个Crosse 然后其实还有吃Biscuit 就是小饼干 然后配一杯咖啡 听说他马上在九点还是十点之前 才会喝加奶的咖啡 那之后他们就不太会喝了 如果当你进店里点的时候 啊我要加奶的咖啡 他们就知道你是外国人 我老公本来买了一双新鞋子 但是没有穿襪子超磨脚的 我们刚刚搞了很久 然后后来他就穿上了我的袜子 嘻嘻嘻 有爱心 他现在脚开始痛了 这双鞋子真的太硬了 对不对 你脚不舒服对不对 不会啊 舒服啊 他的脚 他的嘴硬 所以来到这边呢 其实一双好走的鞋子很重要 最好还是穿球鞋 还有遮阳以及水 这边其实太阳下来还是蛮热的 OK 先选尺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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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 江湖人 我们叫的是海盐焦糖的 江湖人的冰淇淋 现在来到第二站古罗马广场 里面呢反映着两千年前的罗马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像是废墟 但是以前都真实确切的有人民他们生活在这里 衣室的广场啊 然后还有一家一家店 以及他们走在路上的大道 我到了一个历史景点或是古文明的地方 都非常喜欢去感同身受 走在这里闭上眼睛 去感受当时的盛控 当时的车水马龙 还有在这边想必也是有很多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留下了很多酸甜苦辣的 像是阿卡西记录一样的回忆 有时候都感受出来这些建筑物在说话 那这边能量场之前也都是发生过很多事情的 除了罗马竞技场 罗马广场 我们等一下还要去看一个帕拉丁山 帕拉丁那边好像比较是贵族的区块 但也是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虽然现在感觉好像看起来是断圆残壁 但是以前的这个地方也是真实确切的一个很完整的 甚至是金碧辉煌的地方 可以想像吗 以前好像在上面的这些女神 罗马帝国当时的装饰 他们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也是在照看着街边的人民 罗马帝国里面有好像三十几个凯旋门 那这个凯旋门就是最古老的了 它坐落在罗马广场跟帕拉丁山之间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凯旋门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正在照接触了 这个地方好像是以前罗马人的运动场 就他们看球赛跟帕带的地方 很难想像吧 两千多年前有很多人在这边高深的欢呼 那这个帕拉丁山的确是比刚刚的罗马广场 庄园设计其实更稠密更缜密一点更喜极 还有花园等等的 所以它以前好像是奥古斯汀大帝 他住一辈子的地方 点了一杯来意大利必喝的开胃酒 它是有点像是橘子色的酒 然后里面也摆了柠檬 有点干沉干沉的味道 我老公没有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一定是要点披萨的 然后这就是店员他推荐的 还有羊肉 然后蛋啊 起司等等在一起披萨 那我们也另外来点一个最经典的 培根的意大利面 这是我们在台湾最常吃到的 早安 听说就是一定要吃这个生乳包 在台湾有时候可能也会看过 可是这是意大利版本的 也是它原产品的 我来吃吃看 这是很厚的这个 有点像是甜甜圈的 这个面包 插上白糖粉 那里面会有浓浓的 浓浓的这个 那卡丝塔奶油 超罪恶 会非常幸福的那一种 它里面包的馅料真很多 前面还是罗马 那过了这条桥之后呢 很漂亮的桥 就到了梵蒂冈的领域了 梵蒂冈是一个天主教正将合一的国家 但是也是全欧洲最小的一个国家 也是唯一跟台湾有邦交国的哦 所以进入到这个小国之后呢 有三个重点可以看 一个是梵蒂冈的博物馆 还有西斯丁教堂 西斯丁主堂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天花板 天地壁都像是艺术品的地方 好像也有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嘛 以及还有一个大教堂 是一个很精密的天主大教堂 可以看的 因为爱波我之前是国人大学的学生嘛 所以其实我也很习惯 学校校园里有一些天主教堂 然后做弥撒的地方 赶路中 赶路中 因为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那个Big Boss的这个观光车啊 它下车的地点是 就是外面的圣天使城堡 但是真的走进来梵蒂冈 可能还要二十几分钟 终于到梵蒂冈博物馆了 我们已经迟到了四十几分钟 四五十分钟 然后看看长长的人龙 今天我们刚好遇上了就是 一个月里面免费的一天 所以应该是特别多人来 排免费的票 所以我们与其 这样子花了一两个小时 排门票 我觉得还是订一下预约会比较好 预约的话 你就可以在自己心仪习换时间进去 时间就是金钱啊 大家一定要 好好把时间给节省下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男性的生子器官 这是某一年他们的教宗觉得 太裸露了 这个教宗太不雅观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全部都盖上这个无花果叶 超有戏的雕像 这边的艺术造诣真的很高 从天花板到墙壁旁边的所有的雕塑 一直到地板也就是天地壁的地方 全部都密密麻麻的铺天盖地的艺术品 而且整体看起来都相当的和谐 每一个地方都是漂亮的 我觉得还是要挑选好进来的时间 可能是一大早啊 或是可以预约傍晚黄昏的时候 每一张地毯每一个壁画上面都是一则故事 而且是非常生动的故事喔 不是只是有一个重点 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是细节 这边的宗教色彩会比较浓厚一点 所以的时候找人视频 你觉得是是简单的 一场地毕竟 参观完博物馆跟西斯丁小教堂 我们来到圣伯多路大教堂跟广场 那在来广场之前呢 我买了一大堆的钥匙圈跟冰箱磁铁 虽然我们不是基督教徒 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宗教的这个核心其实都是很美的 那在买这些小的纪念品的时候 建议大家货比三家不要第一家就买 而是多看了三家四家 你就会知道说到底有什么款式 然后价钱如何 刚开始看我们都有看到两块 可是还看到后面的摊子全部都变成一亿欧元 所以就是货比三家 我们现在在操场的人龙里 至少说也要排个三十分钟以上 然后这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排的人超多 也不在来之前的时候 其实手机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QR Code 这是我整个email都是 所以我才可以 我们才可以常常不用这样子排队 然后是快速入场的 这个天主教堂真的是太大了 大到我的相机都拍不下去 你看 这是满满的艺术工艺 你看 请on赛 hallee 私人可以试试 身体拿起来 万两官员 海你 往万三 通好 不 演 人 追 cafe 今天叫了一個白醬的麵疙瘩 非常非常的濃郁 還有一個大家推薦的提拉米蘇 以及紅醬的千層麵 最棒的是我們現在坐在羅馬聖母院的旁邊 所以我們可以坐著聖母院的景觀吃飯 超爽的 這個麵疙瘩是用四種起司下去燉的 已經連續吃了兩個晚餐的義大利的麵阿 都覺得真的很合胃口 大部分都非常好吃 就是甜的很甜 然後鹹的很鹹 有些可能不習慣那種比較重口味的人 會需要去適應一下 但基本上它的調味都是很不錯的 如果是要坐下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桌筋背 大概一兩歐元這樣子 這是我們這一次住的羅馬Airbnb 是一個還蠻漂亮的社區 然後它這裡就有這個古老的便梯 我忘了關外面 外面的鐵門先關上 再關 然後再按 之前就是聽說歐洲歷史很悠久的建築 它是有這樣的電梯的 好 GO 義大利的路上有很多這樣子的披薩店 然後我們一大早 今天又要趕去就是 萬神店那邊 所以就是隨意買了一些披薩 那這披薩它根據不同的口味跟大小 它會有不同的價格 好 我今天選的是 這個口味如何 這個口味如何 很像我們那天吃那個炒雞 這是真正的生日 對 我們現在正在這個歷史很悠久的 在羅馬外藤店旁邊的金杯咖啡 然後如果不內用的話 一般義大利人他們都是站在旁邊 然後就吃了 然後就喝一杯咖啡 然後快速的chop chop的吃完 然後就離開 現在我們來到羅馬最後一天 然後這是萬神店 然後之後我們要去維雷特噴泉 以及西班牙的階梯 他們都算是滿階的地方 在三個景點之間只要呼吸大概八分鐘 來到了大名鼎鼎的特噴泉 大家都會在這邊拋下硬幣然後來許願 聽說拋下一個硬幣是身體健康 兩個硬幣是事業跟財富 那三個硬幣拋下去呢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找到婚姻跟幸福 當拋下硬幣就是背對著到這個噴泉裡面的時候呢 也很容易再一次回到羅馬這個地方 那這個每一年的硬幣呢 其實都是幾百還幾千萬的歐元的 那所有的這個歐元呢 都會被去拿去補助到一些需要收散的地方 還有就是弱勢環境 現在要往最後一站 在羅馬最後一站西班牙界踢前行 他就在側圍來噴泉旁邊 左手邊的這個地方進去 一直走到底 結束了我們的羅馬假期 現在我們都在義大利的國鐵上面要前往佛羅倫斯也被稱為是北冷萃 也就是循環摩斯吉里的北冷萃這個地方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以及我有兩個線上課程 跟五個心靈服務 都在底下的描述欄可以找到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再見